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我是萌萌 今天视频的主题是要跟我一起来做我身上穿的这件连衣裙 这个是一个绿色格子 是那种延缩的材质 所以说有点像那种高枝棉 但是它稍微硬一点 硬挺一点 比较有质感 布料有一点点褶皱的效果 有一点点那种泡泡的感觉 你感兴趣的话 那就继续往下看吧 好了好了 我这边已经裁剪好了 所需要的松紧带 两块裙线片 以及上半身的前后片 最后还有袖子的布料 也都全部裁剪好了 第一步先来做袖子 先缝合袖子的花边这一块 当然啦 左右两边的袖子都要先缝合 缝合好之后呢 我就开始用锁边机把这个缝份锁边处理 用锁边机这个缝份看起来真的会整洁超级多 下一步来缝合前身和袖子的部分 然后现在缝合后身和袖子的部分 同样也是左右两边都要缝合 同样也是左右两边都要缝合 袖子缝好之后也是同样用锁边机处理 下一步来给袖子上松紧带 松紧带的头尾都先固定一下 接着把缝份翻过去 在右边缝一条缝线 注意这个时候不要把松紧带车住啊 我们只要盖住它就好 那这个就是袖子上好松紧带之后的样子 下一步我们来向领口的松紧带 先把松紧带头尾缝合 然后我把领口那一圈用锁边机锁边处理了 把锁完编后的领口朝里大概折一厘米 盖住松紧带车一圈 现在我们来缝合腰部的侧边 也是一样先缝合 然后再锁边机处理 同样也是缝合好之后锁边处理缝份 现在我们来缝合上嵌和腰部的地方 缝份也是一厘米 我的缝份全部都是一厘米的 我觉得锁边机真的太好用了 OK下一步我们来缝合裙身下半身的侧边 左右两边都要缝合 接着我们来衔接上半身和裙摆的地方 缝好之后锁边 然后我们来上最后一根松紧带 当然上松紧带之前你的松紧带先要前后缝合起来 这一步所需要的点就是不要车到松紧带 像我这样一段一段的车 可以车一段把松紧带朝后面捋一段 前面已经车好的地方就可以捋一下 最后我们来给袖口卷边处理 我每次卷边都是差不多5毫米的宽度 袖子卷好之后就可以来卷最后的裙子下摆 同样也是5毫米的宽度卷边 做蝴蝶结主要就是先准备好长条布料 布料先对折 然后在这个中间二分之一处缝一条缝线 缝好之后我们用帆布神器把这个布条翻到正面 再吹一条缝线把它车死 然后把布条全部熨烫平整 用这种小的拼布熨斗真的很适合做这种小东西 很好用 好了,现在准备工作做好之后 就可以开始来做蝴蝶结 先拿一根布条,像我这样 把右边那头先折放在布条的下面 右手固定住布条 左手拉着布条的左边那一头朝大指母 向后绕一圈 然后将布条窝进中间这个洞里面 注意右手不能松掉哦 右手要握住右边的布头 现在基本上就已经成型了 现在就可以调整一下这个蝴蝶结的形状 直到你满意的形态为止 可以用手指把蝴蝶结撑一下 让它更立体一点 这个可爱的蝴蝶结就完成了 现在差不多已经完成了 我现在需要做最后一个步骤 就是把我刚才做好的这些小蝴蝶结 固定在你的全身上 我一口里面放一个 绣口两边 然后最后一个我想换在 就是我刚才红好的这个大肠发圈上 我之前有一期视频是专门分享如何做大肠发圈的 然后我又分享三种发圈的做法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其实可以看一下那期视频 就像红扭扣一样 把它稍微缝几针就可以了 接着就是把蝴蝶结全部都缝好 可以稍微多缝几针 让它牢固一点 第一个就缝好了 左右两边也是缝好 刚才做好的蝴蝶结 现在轮到我缝最后一个蝴蝶结了 我准备把它缝在这个发圈上 每次我都喜欢把这种多余的布拿来做发圈 或者一些视频感觉就很好配音 非常感谢观看本次视频 那这一期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我每周都会分享这种时尚家鸡DIY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赞这个视频 然后关注我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